6月25日,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省大连市正式举行 本届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状况以及未来走势备受关注 其中,顾本培员、开放市场、科技发展等话题受到海内外嘉宾们的广泛热议 而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 众嘉宾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顾本培员的话题备受关注 嘉宾们纷纷表示对此认同 顾本培员其实就是想要我们要,不会是大水漫灌 所以我觉得这些措施的话,虽然大家理解 中国是在这儿不断地去解决长期的问题 同时就标本监制,目前的短期的问题也来去处理 整个中国经济,包括中资企业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都传达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有我们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目的 但是我们可能也不希望急于求成 除顾本培员的话题外 中外嘉宾对于中国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方向表示热烈欢迎 尤其是关于科技、绿色、开放的市场等方面的发展 让嘉宾们倍感兴奋,并认可持续在中国投资 中国是非常关注于科技、技术和技术和技术 中国的经济的一个任务,因为今天中国在不断地去 在以创新为动力去发展一个新制生产力 中国会持续保持经济的开放性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觉得企业找准我们自己的定位 能够去服务全球的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我们是受到很大的一个鼓舞的 第十五届夏季达巴斯论坛 以未来增长的新前沿为主题 为期三天 设有全球新经济、中国和世界、产业新前沿等六个专题 共接150多场次专题活动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参与出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